在国际化大际这个层面,三里神交已久,奔云酒团队,把酒国际化一直是行业发展共识,也已经实际性成为一线名酒企业竞争的第二战线。 2017年以来,粉酒围绕国际化方面更是强势突破,实锤不断。 7月6日,山西粉酒发布公告称,你以现金方式出资1亿元,是立山西杏花村粉酒国际贸易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。 持股比例完100%,在国内市场增长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,选择成立国际贸易投资公司,粉酒到底有哪些考量? 26年后,粉酒壮大国际贸易小分队,对于成立山西杏花村粉酒国际贸易投资公司。 山西粉酒在公告称,指在整合粉酒逐页清酒的营销渠道,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与运行质量,组织推进粉酒国内外销售,建立粉酒国际贸易产业化布局。 根据公告,新公司的主要经营告维为经济贸易咨询,货物进出口,技术进出口,商务服务,食品经营,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,机械和设备修理业,批发零售,绑织服装及家庭用品,御用百货等。 实际上,早在1992年,粉酒集团即成立了白酒行业,售价进出口自营公司,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公司。 注印杏花村台粉酒,竹叶清酒及其激烈酒产品的内,买销,以金交叹,金属美,注尽其易饱化工,粮油食品等贸易建物。 像设太原福西,太原冰州,太原河西,太原长丰,大同,硕州,北京众多专卖店和山西亚发实业,大连杏花村酒业,厦门建与发等子公司。 2009年期已经实现12亿销售收入和1.12亿美元进出口总额。 在粉酒集团即将整体打包上市前期,山西粉酒依然选择成立国际贸易投资公司,显示了粉酒在国际化方面的极不可耐。 与山西新花村国际贸易公司,主要负责跨越贸易和出口波本等系列酒的经营不同。 新公司或将直接负责推动粉酒,竹叶清酒的国际化销售。 2017年以来,粉酒集团正在推动有关业务的整合一提升效率。 例如竹叶清营销公司并入销售公司,成立个牌系列酒营销公司。 本来,出口粉酒系列,是否会从新花村国际贸易公司,划归新花村粉酒投资公司,或者两个公司整合,都有可能。 无论是哪种形式,对于粉酒国际化布局都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。 都在发力。 白酒国际化,为何粉酒是石盖派中国粉? 白酒国际化一直是行业的发展共识,但在白酒消费,依然集中于国内市场的大背景下。 多数项争意义大于实际销售意义。 相比之下,粉酒是白酒国际化的石盖派之一,落下的几乎都是石锤。 2015年,粉酒集团当位书记,董事长李秋席及已提出,白酒国际化要做好五个基础工程,意见领袖,消费者根据地,国际标准,生产基地,市场联盟。 据李秋席说出这番话的五年前,粉酒已经动作平静,2010年提出制定中国白酒标准。 在2011年形成了粉酒标准国际化战略框架,随后利用四年时间形成了高于国际,严于国内的食品安全企业内控标准,率先启用了与欧盟对接国际标准,并且完成了12项全项指标。 过程中,粉酒逐叶新出海型事业多样化,不仅仅就产品本身,也由调制鸡尾酒,受到海外消费者喜爱。 粉酒国际化实现了白酒行业建国以来,几十年从未想过的是,按照粉酒国际化三年规划,粉酒在俄罗斯市场生产粉特加已经获得推进。 大区行销工艺落地方面的研究正在有条符文进行,并据粉酒集团党委委员、董事、粉酒股分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常见未透露,粉酒会在加拿大本地化生产项目也已经基本完成基建工程。 在过去数年之间,大多数的企业将精力放在了国内市场上,粉酒在国内市场发力的情况下,前瞻性的按照李秋喜提出的先抓位,再抓新鲜健康,再消费先品类,再品牌的发展战略,从标准,口感出发,用海外消费者喜欢的产品服务市场,进而通过文化唤起消费者的深层次认同。 至此,可以说,粉酒国计划不断落下的时辰,已经渐入佳境,先人一步完成了国计划下来,就在日前举行的2018年遵义宾,茅台五粮业合作交流座谈会上,茅台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李宝芳,和五粮业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李曙光,共同向中国清香型白酒代表的李秋喜抛出橄榄枝。 希望三方能够聚首,共商中国白酒携手发展大技。 白酒的三大主体相形,三大白酒巨头混诗,自然让人遐想颇多。 虽然,三里还没有在物理层面坐下来,但在国际化大技这个层面却早已经殊途同归。 2018年两会期间,李秋喜与李曙光等,就呼吁推动中国白酒酿造技艺,申请入选代表作名录。 而这也是是李宝芳关心和重点推动的工作之一。 今年来,茅台通过引进来,走出去透过产品国际化、品牌国际化、市场发展国际化多个层面的努力。 已经远销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大洋洲、北洲等超过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 2017年国外市场销量达到1941.60间商,营业收入为22.70亿元。 物量业也已经成立亚太、欧洲、美洲三大营销中,在126个国家实现落地销售。 平平亮相夏季达沃斯论坛、厦门金色峰会、阿斯塔纳士博会的重要国际舞台。 牵头发起的一带一路国际民酒联盟,对于茅台、五粮业、粉酒来讲,都承担着白酒如何有效国际化这一历史命题。 因此是为了三里会是避不开的核心一体。 接下来三家企业甚至联手更多的企业推动白酒国际化,将成为值得期待的重头戏。 他们的合力将对白酒真正进入国际市场产生关键推动。 相比过去10年的黄金10年,未来10年或将是白酒国际化的黄金10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